我们常常看到在大卖场或者是量饭店甚至便利商店 业者会打出买越多越便宜的策略 比如说买一个原价买两个九折买三个七折 但是买的多真的有比较便宜吗 但你来看看某个品牌的苹果薄酒乳就被抓到 它的一组六罐装卖62块钱 但如果一次买四组也就是你想买24罐的话 却比你直接买一整箱24瓶装的还贵了48块钱 就有人算了算 哇这48块钱机车都可以加半桶油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量饭店说是系统出了问题 现在已经修正了 大卖场货架上摆满各种调味乳 不过眼睁的消费者却发现这一款价格怪怪的 不是越多越便宜吗 而且它也没有特价 像这个还有特价 消费者发现这款薄酒乳一组六瓶卖62元 如果买24瓶只要248元 不过一样的产品一整箱24瓶却要价296元 差了48元 民众赶紧找来卖场服务人员 把两样产品拿到巡价季来查询价格 果然标价无误 买多反而比较贵 工作人员也觉得很奇怪 就跟上面标的一样 所以是标的一样 买小的 买伞装比较平 你说 就是买那个六个一组的 怎么会这样 不知道 没有标错嘛 没有标错 一箱24瓶装的饮料竟然卖得比伞装的还要贵 卖场总公司解释可能是因为最近系统变价出了问题 已经改正过来了 这陈梦辉彰化 财宝报导